今天得大家分享十种特别受欢迎的花样饺子的包法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你也试试吧 第一种 用两个饺子皮 按压好边缘 从下向上不断翻折压实 这也叫盒子 寓意加盒万事兴 第二种 捏紧一个边 向里面推一下 食指和拇指交替捏着 注意下一个折药和上一个折捏在一起 一定是用我们指尖拿 麦穗饺子寓意五股丰登 第三种 饺子皮完全对折 边缘全部捏紧收口 稍微弯折一下边缘 把两个脚收拢捏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元宝饺子 第四种 面皮完全给它对折 用拇指和食指在这一侧拿折 大拇指往上皱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能开心好几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星星吧 辛苦您了 我在这里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裁员广进 花形的大小用我们的拇指前推的时候掌握 第五种 右手拇指和食指在一侧掐出小褶皱 左手食指前推折 右手食指拿折 一个很好看的月牙型饺子 第六种 用双色面团 双手用力一捏 再来做一个白色的 大肚饺子是最快也是最常见的包法 第七种 用双色面团 饺子皮完全对折 边缘全部捏紧收口 沿着一边向中间紧挨着挤出小褶子 收口处捏紧 这样一个福袋饺子就做好了 过年包几个不一样的 全家人在一起肯定特别开心 做法简单保存起来 过年过节想包饺子的时候 您就拿出来看一下